哈囉大家好我是尹彥凱 我今天呢要來跟大家分享 我們在北漂的時候 發生的一些事情 那開始之前呢 歡迎大家一定要記得按讚分享訂閱 我們CKTV喔那我們開始吧 很久很久以前 大概我現在36歲 24歲大概是12年前 然後宜蘭的紅綠燈就是沒有 那時候還沒有綠色 是沒有那個左轉的 然後我就看到綠燈我就一轉 然後就給你卡在跟我招手 然後他說你違規喔 我說沒有我剛剛綠燈才走耶 他說沒有啊 就是他說要一個左轉才可以走 而且他拿出我的三分證 跟我要去面試給他看 我出我第一次在台北 我真的是做魚欄 你可以看我是去開頭 然後他就沒有開我們站 然後後來我就是 好幾次都會忘記我都用紅藥的方法 但是有時候會失敗 我現在是台中 然後我上來台北 那我覺得跟台中的差別最大的就是 有蠻多的道路單向 那個我可能就會 走一走或騎一騎就 就會搞混這樣 然後就可能就是立向重進去嗎 然後大家都看得懂 超熟的 你被罰過就趕快倒車出來 你覺得當下就很尷尬 因為路人什麼時候都會看成這樣 你們被派有沒有發生什麼趣事 趕快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我們下次影片見 掰掰